沒錯 那接下來呢 你也有吃黑芝麻醬 這個是每天早上上班前喝一杯芝麻糙米飲 對 那我們現在上班族 包括小朋友上學 我們早上假設你吃得非常的簡單 你會發覺10點鐘10點半就肚子餓了 對 會餓喔 手會抖 又要再吃東西 那這個時候就表示說你吃的食物本身 它的升糖指數太高 一下子喔 對 一下子又消化掉 然後又餓了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我們應該想辦法去吃說這有飽足感 那熱量還可以控制得住 然後可以耐飽的 可以耐到12點不會餓的 那我之前都喜歡吃那個紫米飯糰 我吃了好多年 可是我後來發覺說不好 為什麼 因為裡面有油條 油條還是 肉鬆油條 肉鬆油條 然後我們就知道說 紅肉加工過的醃製品質不好 所以我後來就改了 我後來發覺說 黑芝麻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 一個早餐的材料 那我們這個黑芝麻 一定要是原汁原味的 不要用芝麻粉 而是要是芝麻粒炸出來 就是整顆芝麻的所有營養素 全部都在這芝麻醬裡面 就能自己炸就對了 自己磨磨磨磨嗎 自己磨太麻煩了 事實上現在有一些廠家 一些農家已經幫忙 已經就是直接就炸成 就是芝麻醬的形態 已經變芝麻醬了 但是芝麻醬各位知道 芝麻醬它最重 它是一種堅果 裡面油脂是非常高的 光吃的時候 太澀了 不容易入口 所以我們再加上 糙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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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因為只有 芝麻醬跟糙米粉的話 味道不是太好 可是我們只能加 一點點的黑糖 一點點黑糖 黑糖來調味 不要用白砂糖 因為白糖的話 營養素太不好了 就只有糖而已 黑糖的話 它該有的維生素裡面都有 再加一點開水 對 熱開水 沖開 我除了喝這樣一杯的芝麻醬之外 我還在吃一份水果 還有吃一份水果 醬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早餐 早餐 這邊就有我們芝麻醬 這個是純純的黑芝麻醬 所以我們不用自己加了 不用 這是芝麻醬 然後這個是糖 這是黑糖 但是不要加那麼多 一點點就好 這是示範用的 這是糙米粉 這是糙米粉 然後用熱水沖泡成這樣一杯 所以這個就是芝麻醬 很好喝 而且有一點油分 我感覺說應該會不夠 但是吃起來 其實那個飽足感 還是非常非常的重 這樣一杯就不好了 對 非常好喝 很香 很香 對 它最大的好處 其實我現在很多中老年的病人 也在喝 為什麼 因為它裡面有非常高的鈣 鈣 所以 特別是更年期以後的婦女 喝這個剛好補蓋 然後還有一個好處 因為在2006年 我們那個師範大學 還有一個人類營養學系 他做了一個研究 更年期的婦女喝這個 哇 膽固醇醬得非常棒 真的喔 真的喔 所以這個是芝麻醬 來 我們請潘老師來告訴我們 這個黑芝麻或者是芝麻醬 它有一些好處 這個芝麻可以說是好到不行 現在目前這個養生專家都推薦了 早餐要不就吃蕭醫師的芝麻糙米飲 或者芝麻豆漿飲 豆漿飲 這個大概是目前最推薦的 也就是說你早上的那一杯飲料 應該是用這個東西 對 你可以看得到像剛剛 這個蕭醫師特別提到的補鈣高手 你可以看到它100公克的芝麻 有610毫克的鈣 600多 比牛奶還高 牛奶沒那麼高 牛奶100公克 大概就大概差不多100毫克 現在還差6倍 對… 不過但是問題是 你大概也沒辦法吃到那麼多 因為它的油量很高 油量很高 雖然它是高鈣 但是量不能那麼大 不過沒關係 你如果打碎了以後 基本上就有那個味道就好 另外你可以看到 它本身它有一些鐵跟葉酸 所以這個本身也非常補血 因為我們造血 除了鐵之外 我們還是需要葉酸 另外它裡面還有很多的這個 心跟甲 這個對糖尿病患 跟所謂的高血牙就很有幫助 因為我們的甲 是可以降壓的 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還有維生素E抗氧化 因為我們知道 維生素E是油溶性的維生素 在油脂裡面很多 最後就是剛剛講的心臟 在降血脂跟健腦部分也非常有用 因為它是一個不飽和多元脂肪酸 對於心臟血管跟腦都有很大的好處 所以我們現在強調 電視前面的觀眾朋友 如果都沒有吃過芝麻的話 現在開始要吃了 黑芝麻 這個是強烈推薦 對好 來問同學一個問題 多吃芝麻 是不是有助於保護頭髮 可以減緩突髮的現象呢 我們來看同學怎麼回答 唉唷 三位同學完全不一樣 全部一定 好 來三位同學表達一下 有志認為可以 對啊 芝麻什麼色的 黑色 頭髮什麼色 保護頭髮 黑色嘛 那我覺得應該這有相關 以形補形 以色補色 應該是 但Bob認為 我這是權威啦 真的靠 是不是 那五號齁 真的我已經 現在就是頭髮這樣安得一樣 這樣滿滿的啦 這個可能只是一個 以形補形的一個想像 但我覺得我覺得 吃多 因為剛才說真的 這個吃能吃多少 因為那個量太大 油分太大 所以你吃不多 所以基本上對這個 應該沒什麼太大的幫助 Miko嗎 常常我們小時候媽媽都說 多吃芝麻 可以護髮 頭髮會有光澤 可是凸髮這個 這個我就比較沒有研究 而且我想說 芝麻多的時候 不是會燥熱之類的嗎 對禿頭會不會有反作用嗎 有可能 對 好來 三位專家幫我們舉一下牌 多吃芝麻 有助保護頭髮 可以減緩 禿髮現象嗎 潘老師舉起來 不一定 楊醫師也是說不一定 夏律師說 沒有沒有辦法 楊醫師幫我們回答一下 是中醫的看法嗎 不一定是 什麼意思 那個芝麻 雖然說它色黑 可以入腎 那我們這個頭髮 是腎臟所管的 可是要看你的體質 如果說你今天是血虛的 我們剛剛知道 班老師已經有講 他的六大 他可以鐵 所以他可以補血 如果說你是一個血虛的人 你是一個容易掉頭髮的人 當然你吃芝麻 對你的話就是可以 對貧血的人 你要吃芝麻 還有最主要是 你不能有那個燥熱的體質 如果說你燥熱的體質 那你吃的可能你就會上火 就會上火 當然還有一個就是說屬於腎虛的 那什麼叫腎虛呢 腎虛的話就是說 有些人的話就是 晚上要起來尿尿 上好多字 而且可能會腰痠 可能他四肢比較冰冷一點 眼睛的話可能會模糊 那當然一直掉頭髮 我們剛剛講 我剛剛講血虛的人 非常多人掉頭髮 這些人來吃芝麻 是非常有幫助的 如果說你已經很脾氣很壞了 媽媽叫你吃什麼 不要 我就是不要吃 對不對 那這個的話就是 我們講說已經乾淤了 乾淨郁節在那邊 這樣子的話你不行 或者說你裡面有濕熱的 有熱的這個字眼 就是你已經有火氣了 有火氣的話 當然 你就不可以吃芝麻了 楊醫師我再補問你一下 像我們這樣頭髮白的 吃芝麻會變黑嗎 對 我跟你講會 可是你要配 配不能只有單單一味芝麻 你知道嗎 黑豆 黑豆 黑豆人 對 還有何手屋 為什麼叫何手屋 對不對 因為它這樣子 還有就是說 我們剛剛講的 可能你要再加一些補氣的 補氣的 對 譬如說我們剛剛的人生 黃旗 這些家庭 對 所以的話 中醫的話不是說 我單單吃什麼就可以什麼 就是說你的體質如果不合 如果說你不合的人 我也可以讓你補到你可以吃得下去 小姐